就是这里 到时候我们乔装成乞丐 安全 怎么样 打探清楚了吗 清楚了 赵传奇隔三差五就会到 城东披静的王府立过夜 我使了小钱 听他们伪军的人说 赵传奇今天在日本人家里做客 之后应该就会过去的 好极了 你们看 这里有条小胡同 是他回府的必经之路 我们到时候就在这里动手 好 同志们 我们虽然都不是八路军战士 但是都是爱国的人 是自由抵抗侵略的革命志士 不能眼睁睁看着赵传奇 这样的大汉奸为所欲为 居然还跑到鬼子家做客 简直是巫师 他虽然曾经是八路军的英雄 是山西人的骄傲 但现在却昧着自己的良心 在为鬼子做事 正因为如此更是要除掉他 他活着就是对我们中国人的侮辱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好 行动 可怜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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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一点儿吧 正义不好做 可怜可怜吧 别开枪 自己人 误会 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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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十度起刑 快撤 别走 让你当劲 在哪里 太军 有人要杀我 有人要杀我 这边 这边 安康 你说什么 你被八路的地下党暗杀 能记住他的乡王吗 事情发生得太快 一个都没记住 但不是八路的地下党 还能有谁啊 你是没有看到当时的架势 幸亏帝国士兵及时赶到 我才幸免于奈 那枪声啊 是霹雳啪啦的 子弹从四面八方打过来 我觉得他们至少有十来人哪 我是奋勇作战人 好了 不要夸大其次 你不就是想表明自己的勇敢吗 是是是 我这是有些夸张 但是起码也有七八个人 将军可想 我这回是死里逃生啊 我真诚地恳求你 能不能别再让我当这个赵传奇了 行吗 你是职业军人 是军人 就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你今天的表现很出色 我会嘉奖你的 先回去休息吧 是 可是将军阁下 我心里就是不踏实啊 那万一还有八路地下党 等着出门暗杀我呢 那我可怎么办 是 是 我服从命令 是 八路暗杀昭传奇 看来这个计划 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好 我好 你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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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事啊 地下党居然跑来暗杀我 怎么组织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 难不成这也是鬼子在试探我吗 可万一不是呢 这要是死在自己人手中 真是太不值得了 还是赶紧把东西偷到手走人吧 这搞地下工作 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夫妻 您说 赵传奇被八路地下组织暗杀 会不会是他给我们演得一出戏 不好说 如果是真的 那说明我们的计划 戳通了中国人的爱国之心 也说明赵传奇 依然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他还是没有回到部队 这一切都体现了您当初的决断英明 公伟的话就不要再说了 以后你要叮嘱美智子 有外人在场的时候不要乱插嘴 了解王伴德最佳的时机 居然被他给破坏了 是 都是我们有管教好 请您不要责怪他 美智子只是单纯地想念他的哥哥 所以才会对有关小野君的事情 一直追问不停 王伴德说小野的事情也不能全信 毕竟他说的那些事情 都只有他和小野两人在场 我们也无法别人真假 我明白 你对王伴德拿酒杯的动作怎么看 我认为他给自己的解释是合理的 确实是因为手上有伤 所以端酒杯的动作才会显得那么生硬 但是后来他说了那么多的话 他却一滴酒都没有喝 真有些不像他的风格 还有 秦宝显示他爱抽烟 可是我们谁也没有看过他抽烟 等他吸了第一口烟 就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更像是一个没有吸过烟的人的表现 梅之子说过 他曾经误以为招传奇真的向我们投降 曾经去找过他 当时梅之子刚好进门 会不会是因为 他见到梅之子紧张了 您别忘了 他差点撞倒了桌子 爸爸 我回来了 如果我们想要安全 就必须要确定 身边的这些中国人的可靠性 在这方面 你我都不是专家 还是要板田君前去试探他 还有什么 板田大佐 对不起何小姐 你刚才说什么 我想问你 还需要我发表有关赵传奇的什么事情呢 这些就可以了 如果有其他的需要 我会再与你联系 我不明白 一个假赵传奇 贵君真的有必要这么大肆宣传吗 我们这么做 自然是有我们的用意 怎么 何小姐觉得 她不像赵传奇吗 我与他们都没有过多接触 印象不是很深 这么说何小姐 也认识王班德了 我曾经在他们那边 做过一次短暂的采访 工作之后市长请我吃饭 当时他和另外两名军官 在一起陪同 另外两名军官 叫什么 一个好像叫王洪武 另一个 记不太清楚了 当时在场的人并不多嘛 一个你模糊记得名字 另一个干脆不记得了 而你却唯独 对王班德的印象很深 为什么 他喜欢你 好 好 板田大佐 我会尽快 发表这篇文章 不会令您失望 我相信你 怎么 何小姐这就要走了吗 还有别的事情吗 工作谈完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谈一些其他的事情了 其他事情 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哦 打开看看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我从那边买来 特意送给何小姐做礼物的 好 谢谢 非常感谢您的心意 可是我不能收您的礼物 这个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 等等 何小姐不会是以为 我是想请您写几篇稿子 才送您礼物的吧 你我都是聪明的人 如果你想拒绝我的话 没必要找这么个生硬的理由吧 看来板田大佐是高估我的智商了 我还真是这么想的 越漂亮的女人 头脑越是简单 那我就当是板田大佐 对我的赞美之词 是肺腑之言 看来板田大佐的中国话 说得真是越来越地道了 好 谢谢您的礼物 何小姐 希望下次 我在约你出来的时候 不要迟到 我不喜欢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刚刚那几招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 你是不是曾经半夜摸进过日军司令部里 弄了半天司令部里那个黑衣蒙面的人是你啊 净坏我的好事 说 你去司令部到底干什么去了 你干什么去了 我问你呢 你回答我 我发现你个小妮子有点意思啊 你有事没事拿个枪对着大老爷们儿 你敢开枪吗 你这样舒服是不是 你个大老爷们儿说话不算数啊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你把枪放下我就告诉你 坐吧 好 新大队长这么晚过来送东西是什么意思 我不出兵不力 被暴露打了个措手不及 小野将军却没有因此撤了我的职 我心凭贵十分感激 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 不成敬意 你从徐三炮的府邸搜出来的东西 原不止这些吧 对对对 我正在筛选 这不 挑好的物件 给将军阁下拿过来了 小野将军 这些东西可都是我们中国顶级的物件啊 小野将军 您一定会喜欢的 我喜欢收藏 你的心意我领了 那就好 如果您还想要其他的 我这就派人给您拿去 不过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包乐 你去给小野将军阁下 再多搬一些过来 是 不必了 新大队长 我知道 你跟我一样都有同样的嗜好 我怎么能够多人所爱呢 哪里 孝敬您是我的荣幸 只要把事情做好 表现好了 司令的位置还会是你的 多谢将军阁下 多谢将军阁下 那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 告辞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告辞了 好 好 这个新品柜简直就是个官迷 整天把心思用在如何爬到死令的位置上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用处 不 我们可以利用他和王伯特之间的矛盾 老司令的位置掉他们的胃口 这样他们就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做事 还是父亲想得周到 秋季总工的计划就快要实施了 但是赵传奇 却能在我们布防严密的监牢内 把人救出去 这说明他的危害有多大 所以一日不除掉赵传奇 我就一日不能够踏实 我说你有什么不踏实的 你马上会屡见报端 声名远扬了 不是 屡 屡什么端 屡 屡什么端什么意思啊 屡见报端就是说 会常常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大名 日本人让我在报纸上大肆宣传你 怎么帮助他们消灭游击队 看来啊 他们以后还会派你 跟游击队作战的 我告诉你啊 这可不能乱想 要我说干脆就把这事给退了 要不然的话 我得被人暗杀多少啊 我说你脑子有病吧 我如果不帮日本人 他会怀疑我的 我这儿正难熬呢啊 现在倒好 所有的中国人 都知道我赵传奇是汉奸是卖国贼了 那是你自找的 怨不得别人 我有什么办法 小野相中了我 我总不能说不干吧 那你就早点完成任务 早点洗清自己的罪名 行了 你少跟我来弯弯绕 你不一样急着 要小鬼子那个那个什么图吗 怎么 不是啊 想拿到东西不是一两天就能办到的 那得找机会 现在重要的是 老爷还在不断确认我的身份 你知道吗 那晚又是请我抽烟 又是让我喝酒的 要不是每日子突然出现 我拿他当挡箭牌 也许我当场就露馅了 所以你就跑到我这里来 要了解王班德更多的细节 对吗 何其者真是个聪明人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还有这个意思 少来吧你 你赵传奇无事不登三宝殿 要严谨我们搞地下工作的 任何时候都不能暴露自己 那要养成习惯 比人王班德 你又错了 现在日本人确认你的身份 叫赵传奇 不过 我也是时候 该教你更多的东西了 不然 连我也会被你拖下水的 记住 我们认识 你会什么 我们认识 你怎么不早说啊 你会害死我的 还会害死我呢 当时时间那么紧 我哪来得及跟你说那么多东西呢 那你说说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在什么地方 在国军三十六师师长 为我送行的饭桌上 我们认识 但并不熟悉 你记住这些就可以了 不是 你等等 你为什么说 我记住这些就可以了 为什么强盗这些 啥意思 那你们俩还远不止这些啊 我警告你 多余的话请你少说 从现在开始 我要教你必须掌握的东西 常用的日语 抽烟喝酒 跳舞玩纸牌赌博 还有手语 便与你我在特殊环境下沟通 这些你不但都要学会 还要精通 否则很容易露出马脚 是得学学 小鬼子那天晚上给我喝的那酒 那酒里头给我蘸了红药水 难喝死我了 真是土 那叫红酒 红酒 好 想把火重逢 不畏惧伤痛 就算是等不到黎明 我也要看到火小的曙光 向前冲 向前冲 兄弟 兄弟 没什么 没什么担心 就算是倒在不同沙场 我们会奔下同一个神力 让生命呼啸吧 最凉的号叫 让热血取迹最强的风暴 让刺刀晒掉吧 最快的风浪 让烈火吞噬掉 融化掉敌人的疯狂 让戏指漂亮吧 最红的海洋 让信仰给我最强的力量 为了 让子弹穿透 每一个性感者 性感者 让铁血告诉你 这是英雄的国家 最大的路面 最大的问题 既然是一回事 从来的到来 都没有变成 最大的电视迹 在这里 和电视迹 最大火的地图 是更大的厘米 最大的电视迹 最大的电视迹 就是我们的电视迹 最大的电视迹 最大的电视迹 逐游越大 最大的电视迹 就是我们的电视迹 最大的电视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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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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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